今天這個短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剪印在雙螢幕的情況下會非常好用 那我這邊示範給大家看為什麼 那有時候呢你會遇到像這種 要做比較多的特效的 有幾個字幕啊 然後有一些字卡啊 然後還有這種綠幕的電視 那你會發現這裡不太夠用 你看 這裡竟然要捲動 這裡要捲動才夠用 那這種情況下你如果有一個畫面是在這裡 這個是預覽畫面 就像這樣 預覽畫面可以比較大 然後這個就是 你如果特效比較多軌的話就會出現這個 需求 因為你好幾層嘛 好幾層多到需要用到雙螢幕 那這邊你就可以更直觀的直接 拉素材下來 所以我覺得剪印用雙螢幕 來做 這一種比較多軌的情況下 會比較好用 那它的設定就是這樣 右鍵顯示設定 那你就看你要擺在 你如果是螢幕在這裡有一個的話 你就把它擺成橫的 像這樣 那你如果是上下擺的話 上面一個螢幕下面一個螢幕 你就把它拉到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它是可以去做這樣變更 然後按套用就可以了 然後下面這邊喔 就是延伸這些顯示器 你就不要說 顯示1或者是只顯示同步之類的 你就是延伸就可以了 那原本它是塞在這裡面嘛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點住 拉出來 然後把它移到這個畫面來 你就看到第二個畫面出現 然後把它放大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個就是雙螢幕在簡易的運用了 跟大家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如果還想得知更多教學內容 請打開頻道主頁面 上方有許多QR code 每一個都有專屬教學類別播放清單 不用在煩惱找不到 或者可以在頻道搜尋關鍵字 也可以找到教學內容 不用了